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 不要这样说 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 那要交在磨牙人的手里 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君耶和华起誓 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 必不理你 不顾你 现在你们给我找个弹琴的来 以色列王看见了先知来了 可是呢 他在先知的面前 他仍然责怪是耶和华害他们这三王 如今很惨 要灭亡 这个北国的国王从来没有反省 他是因为自己把这次的军事行动过于仓促 以至于一些情报的工作 或是一些饮水这些补给的工作没有做好 反而出兵前也没有问耶和华 出兵之后遇到困难就怪耶和华 我想这是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种恩怨情仇的写照 反正有好事都不会想到神 有坏事都认为都是神害的 常常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以利沙说 我如果不是看在南国国王约沙法的情面上 我才根本不管你 因此呢 他就叫这个他们帮他找一个弹琴的人来 然后他就开始要祷告 我们继续往下读 谈琴的时候 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 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 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 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 他也必将磨牙人交在你们手中 你们必攻破一切奸诚美意 砍发各种家术 塞住一切水泉 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 次日早晨 约在献祭的时候 有水从以东而来 遍地就满了水 在这边呢 以利沙就祷告 你们现在已经这个七天了 然后都没有水喝 都快渴死了 那耶和华要降下 要把水带过来 所以你们要预备好先挖这些沟啊坑啊 因为要除水 因为你们现在没有看见风也没有看见雨 可是呢 只要神这个降下祂的这个恩典 现在是旷野 是沙漠 神都可以开江河的 那当然就看说这些三个王信不信神的这个应许 那看来是他们就相信了 也去挖了沟 那弟兄姐妹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列王记下第四章 以利沙连续做了三件神迹 一件就是帮助三个国王找到水可以喝 在缺水的行程之下找到水可以喝 让我们想到列王记上十七章的时候 以利亚的三大考验 以及他面对这三个考验所行的神迹 第一个就是让基利西的水可以来 神让基利西的水可以来喂养这个以利亚 第二个是有关于这个谈你的面 贫你的油 不会短少这个以利亚这个神迹 第四章 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第四章的时候 就是以利沙帮助一个寡妇 让他这个油没有减少 而且是油越来越多 第三个那个以利亚在王上十七章的一个神迹 一个考验就是什么 就是接待他的寡妇的孩子死了 以利亚是他从死里复活 第四章的时候 接下去以利沙 他会先让一个年迈 但是却没有生小孩的妇人 然后让他就是被神祝福 生了孩子 孩子后来忽然死了 那以利沙就让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 所以在这个猎王记下 刻意地记载这三件事情 对照以利沙的师父 以利亚在王上十七章 所曾经经历过的这三个考验 以及这三个信心的考验 所带来的三件的神迹 我想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对照 磨牙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 要与他们争战 凡能顶盔冠甲的 无论老少竟都聚集站在边界上 次日早晨 日光照在水上 磨牙人起来 看见对面水红如血 这是血啊 必是三王互相击杀 拒斗灭亡 磨牙人啊 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 磨牙人到了以色列营 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 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以色列人往前追杀磨牙人 直杀入磨牙的境内 拆毁磨牙的城邑 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 塞住一切水泉 砍伐各种家树 只剩下吉尔哈列社的石墙 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 磨牙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 就率领七百拿刀的兵 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 却是不能 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 在城上献为凡计 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 于是三王离开磨牙王 各回本国去了 在二十一节的时候 那敌军呢 磨牙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争战 凡能顶盔冠甲的 无论老少 尽都聚集 站在边界上 次日早晨 日光照在水上的时候 磨牙人就起来 看见对面的水 红如雪 就说 这是雪啊 必是三王互相击杀 尽都灭亡 磨牙人啊 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 为什么这个磨牙人 他们早上的时候 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那边的地方 看起来好像遍地都是雪呢 第一个因为其实是遍地都是水 那他们没有想到说 也都没有下雨啊 那他们已经七天没水喝了 怎么可能是水 第二个 经过太阳的折射之后 他们现在是在这个磨牙跟南部的 这个以东的边界准备要交战 以东的意思就是红 红色的红 以东那边的泥土都是红土 所以呢 太阳折射下来的时候 罩在这个红泥土 这个的坑 红泥土的沟 里面的水的时候 远远看过去 经过太阳折射 看起来就是红红的 那这个你想说 有这么夸张吗 磨牙人的势力这么差吗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上一次 磨牙人联合雅门人 汉以东人 三国联军一起攻打 南国的约沙法的时候 约沙法兵很少 他就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说我一定会使你得胜 你要表现你的信心 所以你就组成敬拜团 敬拜队 在军队最前面 大声的敬拜赞美神 然后呢 我就使他们被这个打败 所以当约沙法听耶和华的话的时候 他就组成敬拜队 然后就在队伍最前面 就敬拜神的时候 这个耶和华就是 这个摩亚 亚门 跟西尔山的以东人 他们竟然就互相残杀 最后呢 互相残杀到个地步之后怎么样 就是这个 约沙法的军队攻过来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死光了 剩下大概就撤退了 然后约沙法 光在战场上 收拾捡取那些战利品 抢夺财物 就抢夺了三天三夜 满债而归 那摩亚人因为有上次这种经验 所以他已经 他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是说 敌人怎么忽然全部都死了 遍地都是血呢 他就想到他们上次自己的经验 因为他们上次就是三个国王 互相残杀 以至于他们大败 他们就以为这次 哈哈 风水轮流转 换以色列人 北国南国和以东人 他们自相残杀 所以说哇 这次换我们 可以去抢夺他们的财物 他们就冲过去 结果呢 他们一冲过去之后 摩亚人到了以色列营 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 哇 出其不意 以至于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就逃跑 以色列人就往前追杀摩亚人 直杀入摩亚的境内 拆毁摩亚的诚意 个人抛石头填满一切的美田 塞住一切的水泉 砍伐各种加速 只剩下首都吉尔哈列社的石墙 以色列就派这个甩石的冰军队 在四围猛烈的攻打那城 摩亚王见对方的正势盛大 难以敌对 就率领700个拿刀的这个赶死队 要冲过去敌阵那里 要到三个王其中的 以东王的部队那里 为什么他赶死队要突破存尾 也是要往以东王那边去呢 可能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以东王可能兵力最弱 因为之前摩亚亚门以东三国联军 被这个南国约沙法打败之后 这个摩亚整个以东的状况就非常的虚弱 现在已经在南国约沙法王的控制之下 所以这次是他们跟南国北国一起来攻打摩亚 所以可能三国里面这个以东的兵力最弱 最好突围 第二种可能性是因为 过去其实这个以东都是站在摩亚这一边的 所以很可能摩亚王想要冲过去 想要看看可不可以说服这以东正前倒戈 再次跟他来合作 来对抗南国跟北国 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突围成功 因此呢这个摩亚王便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 在城上献为凡祭 什么是凡祭 就是把一个祭物全部烧光光 他把他的王储他的长子献为凡祭 把他烧死 献给他们的神明 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 这句话的原文没有耶和华 所以原文是以色列人就遭遇大怒 大怒的意思就是遭人痛恨 也就是说当摩亚人看见他们的国王 把王子献祭烧死 以至于整个这个摩亚人都这个同仇敌开 非常痛恨这个以色列人 所以就坚守他们的诚词 所以这三王呢就攻不下之后 于是三王就离开摩亚王 各回本国去了 今天的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提醒 是非常的好的 他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 这股必满了水 听众姐妹很多时候 神就是要在旷野开道路 沙漠开江河的神 因此当神说你愿意信我的应许吗 你愿意在没有风没有雨的时候 你就愿意先去挖沟预备储存神要降下的水吗 听众姐妹有信心的人他就会去做 虽然别人会觉得你很傻 又这个没有下雨 然后没有降水 你为什么要挖坑准备出水呢 但信了过耶和华的人他就会去做 以至于当真的神的恩典降临的时候 他就有容器可以领受恩典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任是否判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